各位美女, 你們好 究竟我們第一集 早點知道, 早點醫 介紹什麼內容寶 我知道, 我最近實在讀醫療科學 也做了一些研究, 你看看合不合用 一堆英文 還要在醫學專有的名詞 看得很頭痛 好像有點腳軟 吃點東西稍後再看吧 好, 好的研究 繼續再做一些公布 待會兒就慢慢聊 我們好 熊爺, 你看著 沒事吧, 你似乎走不了直線 又看不清楚又頭痛 這些病症很大件事 別說這麼大件事 你嚇到我的心, 我的頸 還要心口痛, 似了… 是那個病了 什麼病? 當時很頭痛, 心裡吞著 後來就暈倒了 我當時是28歲的時候中風 我被診斷為永久傷殘 我猜都猜不到中風在我身上發生 你真的猜不到 頭痛和心跳快 竟然是中風的線兆 一中了風, 連下一條直線都困難 所以其實中風… 別這麼沉了, 跑吧 這麼快? 凱琪自小就是運動健將 但是28歲中風之後 別說跑步, 連站也站不到 不過她沒有自暴自棄 現在隨時跑得比你和我快 你真厲害 不用一分鐘就跑了400米 當然了, 不是這麼容易 我都練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可否說一點 當時中風的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當時跟家人去旅行 然後很頭痛 之後很不舒服 慢慢地躺在地上 然後就暈倒了 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 後來才知道我這個叫急性腦中風 後來就要做開腦十多次 開腦? 是 其實很嚴重, 對吧? 是, 是有生命危險的 你別以為我現在… 我接受過一連串進入病毒 之後就插頭 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女, 大學生 竟然好像一個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 不要小看頭痛、頭暈 或者心跳不規律這些情況 這些都可以是中風的先兆 要記住 香港每年平均有三千多人死予中風 想了解多點, 立刻請教黃炳康醫生 黃醫生, 凱琪患了急性腦中風 其實它屬於哪一類型的中風呢? 朗筒來說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缺血性中風 即是濕血管 另一種就是出血性中風 即是爆血管 凱琪其實屬於後者 即是出血性中風 其實兩種會否說哪一種較嚴重 哪一種較輕的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爆血管當然較嚴重 是… 實際上大部分的中風 都是缺血性中風 接近八成都是失血管 是… 哪一種較嚴重 也要視乎到底 它是哪個位置受影響 就是失血管 如果嚴重的 牽涉大量的腦細胞 一樣有死亡風險 那出血性中風 有沒有什麼先兆 即是我們觀眾 或者普羅大眾 可以預先準備的呢? 很慘的是 很多時候我們叫出血性中風 突然爆血管這些 未必有一些很明顯的先兆 因為說來就來了 不過有部分人 是有一些情況就是 他可能覺得突然而來 其實也算是頭痛 是 人們都更清醒 活動可以活動得治愈 是 其實那一刻 已經可能是他的腦中 有一些輕微的出血 但如果他不理會 如果病變沒有處理好 再出血的話 他就可以突然變得很嚴重 但頭痛, 每個人都有 我怎麼知道這個頭痛 是不是中風的先兆呢? 所以很多時候 醫生變成一個 是 患者頭痛的病人 我會問他的病歷 是 如果他的頭痛是突然出現的 從來以前都沒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頭痛的時候 半徐有其他病徵 例如他頭痛的時候 可能會有嘔吐、狂鬥悶 半身無力、看東西蒙等等的情況 特別會擔心 會不會是腦中出血等等的問題 跟以前的頭痛有些不同 因為腦出血是特別嚴重的 中風康復者 一般都需要做長時間的伏腔訓練 但洪先生用這個機械臂做練習 三個月就連這麼小的物件都拿得到 我想問你, 你是哪一類型的中風呢 我是屬於血血性的 即是俗稱塞了血管的中風 你的中風程度算不算嚴重? 我當時是22年5月3日中風 最初是沒事的 手腳有點重 大概是六個小時後 左邊身已經完全癱瘓了 全都隱瘋了 那是否過了黃金時間呢 那小時呢? 因為很多時候中風的跡象 不是說會痛或是很明顯 是 我屬於這種 可能是臉立即或是手指立即 一般人不察覺的 以為手的重量會否累呢 就跑去睡覺 因為在頭三小時的時間 剛剛塞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趕到醫院 能夠溶掉塞了血管 其實腦細胞受傷程度 就不會那麼高了 很多時候覺得這些跡象 是沒有意義, 走了睡覺 一睡過了三小時, 就沒有了 像我那樣糟糕 因為我左邊身是完全… 由零開始, 逐拍肌肉練習 難度是高了很多倍 那這個機械臂其實又幫了你多少呢 因為中風可能是我們的徵狀 其中一方面就是手指不動 其實腦部和手和神經的鏈接 已經斷了 要重現這些鏈接 是要重複性的訓練 重複性只是過二萬計 二十萬計的次數動作 如果單靠去醫院覆診 或者看私家是做不到的 因為一次只有一個半小時 已經做不到太多的事 好像多少年的時間 有些機器或科技 都很感激會做一些研究的機器 變成很多病人如果及早用到這些治療 其實它的恢復程度 是有機會可以去到一些比較理想的情況 就是說最重要是多一點鍛鍊 是 持之而行 是 總會成功的 是 加油, 鴻先生 好, 謝謝 好 我們剛才說完出血性中風 其實缺血性中風又是什麼呢 缺血性中風簡單來說就是塞了血管 我們頸部的血管供給大腦 無論是頸部的血管 到腦部的血管任何地方有阻塞的話 都會令到腦部的細胞沒有血液供應 變相就會壞死, 出現中風的病徵 但是為什麼要分這兩種不同的中風呢 因為他們的治療是差點共備的 如果是出血性中風的話 我們的想法就是要看看 如何控制患死的腦壓、血壓 從而減少它有二次的傷害 如果是失血管的 缺血性中風的話 我們就要想想如何儘快通過血管 可能是利用一些藥物 可能是利用手術 而這個治療窗口只有幾個小時 所以我經常都跟患者說 有病徵, 記住譚少用冰 是要儘快頒救冰 不要自己拖 也不要自己試一些坊間的一些古法 最有效的方法 都是儘快去到醫院 分清楚是哪一種的中風 還要對症下藥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中風不一定是老人家才會多 事實上過去十年裡面 年輕中風的比率高了超過三成 為什麼會年輕中風呢 除了因為我們飲食習慣改變之外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頸動脈受創 我們頸裡有四條血管 供血給大腦 兩條頸動脈供血給大腦 三分之二左右的地方 但是兩條椎動脈 你摸不到的 在頸椎骨裡面經過的 如果有些人運動 或者按摩強力地扭動 創傷了椎動脈 這就大件事了 因為追動脈供血 主要是給腦幹 小腦和大腦枕葉的地方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所有大腦的訊號 都要經過腦幹才能到手腳 很小的地方受損 雖然是年輕也好 都會有嚴重的病徵 有些人不要休息 這樣可以再晚朋友 ゆ我就能 movement 冷物 好 什麼 そして